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融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9828亿元 增长26亿元 股份涨跌数目截至收盘上涨2158家 下跌950家 今年户港通的北向融资余额是505.12亿元 深港通北向融资余额514亿元 截至收盘户股通禁流入14亿 深股通禁流入5.9亿 从盘面上来看 今天海南 酒店餐饮 深圳国资改革 物流 互联网彩票等板块上涨 集成电路 医药 电商 芯片 人脸识别等板块下跌 在今天的中信一级板块上 领涨的是家电 非银行金融和房地产板块 其中家电涨2% 非银行金融涨1.7% 房地产涨1.5% 领跌的是石油石化和医药板块 石油石化跌0.3% 医药跌0.1% 涨幅较小的还有钢铁涨0.3% 来看一下截至上一个交易日的十大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位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13.36亿 净买入2.72亿 排名第二位的是美地集团 总成交5.56亿 净买入2.44亿 接下来是中国国旅 五粮业 一粒股份 排名后五位的是格力电器 中国平安 海螺水泥 洋河股饭和恒瑞医药 接下来先来看一节 刘鹤将在下周访华府的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堂才刚结束中国的访问 中国即将派经济官员访美继续谈判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刘鹤 将于下周访问美国华府 继续进行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财政权的 A股分析师黄泽航 黄你好 女生好 大家好 那么先跟曼莱聊聊今天大盘的情况 今天大盘就像昨天我们总结的时候 说的一样了 有一个惯性在继续上攻 那短期来看呢 户只是守住了3100点的位置 而上镇50近期这个关注焦点 今天成交金额也是比较大 那刚刚新闻当中是提到了 刘鹤下周要访问美国 中美贸易磋商的结果呢 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大势的焦点所在 那在此之前 大盘的方向判断 觉得这次反弹能去到多远呢 好 那么首先这个我们直接先从这个 K线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走势情况 那么昨天呢提到说这个 接下来盘这个大盘走稳的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权重股 好 那么今天呢包括这个家电 白酒 包括这个保险的一些这个前期 超跌的一些权重股呢 都出现了一个气吻 反弹的表现 那么其中呢 以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保险股为主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呢 今天这个上阵50啊啊在前期画着一条这个下降啊通道里面的一个压力轨呢已经是放量啊突破了上去啊那么可惜的是下午呢这个没办法涨上这个年线没办法一气合成啊那么明天呢呃估计啊接下来这个年线啊的一个位置啊将是下一步的一个啊关键的一个点位啊但是呢从这个关键的一些指标来看的话呢明天啊涨上去的问题啊并不是很大那么呃今天其他一些指数呢 这个啊这个啊上阵啊指数方面呢那么也是啊自这个前天啊突破这个压力位之后呢已经是连续啊第三根这个啊阳柱啊那么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横向震荡调整 那么我们说回这个啊基本面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啊四月份的一个外贸数据是公布了那么是扭转了之前的一个啊这个这个不大这个情况出来是比较啊理想的那么啊也给这个盘面有一定的一个助攻的一个作用了 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啊想说这个特别是尾盘的时候啊发现啊十年期国债啊收益率呢对象间又走高了那么使得这个债券啊那个价格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啊可能近半年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啊降幅 那么这个情况呢意味着后市啊这个流动性啊依然是比较趋紧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呢也是啊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不断的一个加息啊这个国债走强啊带来的一个啊压力影响 那么当然还有国内这个啊金融整顿啊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真的是短期啊不能小这个是不能小缺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啊风险 那么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受这个入魔的一个利好啊特别是5月啊15号呢有一个调整 那么今天的啊资金已经是提前布局进来了那么这个是短期啊可能是一个风口了这样子 嗯好的那么刚刚其实啊讲到一些数据啊我们也想来看一下关于其他一些行业板块的数据 比如说先来看一看今天刚刚海关总组公布的石油石化方面4月份中国原油进口的数据 那么中国4月原油进口呢是相当于美日960万桶也就是说总共进口3646万吨 那么创下了一个日均原油进口量的新高按年是微升0.7%的首四个月来季原油进口量按年增长8.9% 相当于美日921万桶啊那么但是呢今天整一个数据是表现亮眼但是石油石化股却没有跟随着一同向上 见到中石油中石化早盘呢一度还是一个跌这个跌盘的一个状况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拉升上来了那么最近见到啊无论是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可能要对伊朗支持制裁还有说一些库存的数据来看呢石油国际油价也是不断的在攀升的 今天见到油价有相当一部分的回落是否能够在短期进行部署呢 好那么这个油价方面主要是看国际油价的一个走势 那么自从这个昨天突破了这个啊几年来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之后呢出现了小幅的一个回落 但是呢仍然是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上升啊通道里面 那么相信呢这给一些啊特别是上游这个矿啊油矿啊这个这个这个方面的一些个股啊 啊能够带来这个营收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增加 好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分析了这个啊油价上涨的一个背后 那么相信这样的一个推啊的一个推列会持续下去 好那么下个礼拜可能这个特朗普啊会针对这个啊之前这个一两方面的核协议啊发布他的一个态度啊 那么到时可以留意一下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对啊油价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推动啊 那么从这个股价方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仍然是在这个近期啊的一个上啊一个二十字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走势上来看呢还是啊可以在底部啊做一个介入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上升啊的一个空间呢可能这个啊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等待啊这样子 嗯好的那么其实除了石油石化股之外呢今天啊盘面上回调的还有医药股 那么消息呢有一则说是港股新IPO制度上周启航了 那么首次有未录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按新例申请上市 那这是一家以杭州作为总部的割理公司啊 那么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主力是针对丙型的肝炎艾滋病 以及乙型的肝炎病毒的一些疫苗开发 那么其实今天见到医药板块回调啊 是不是说最近因为医药板块已经涨的太多了 现在进行一些休息一下 那么之后是否还是能够在趁现在回调的时候进行部署呢 好那么今天这个首先第一个是药明康的这个所谓的医药板块的独角 所以今天是上市啊那么发行价格21块6 那么上市第一天呢啊符合预期那么涨了44%左右 啊那么发行是预理了23倍 那么属于属于一个啊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了 那么啊发这个规模募资方面呢啊这次只有21.3亿元 那么即使这样的啊早上这一波这个可以说申购啊 或者说资金的一个啊买入呢会分留一部分的这个啊 医药板块的一些资金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啊板块近期累涨啊 也是比较比较比较高了 那么一些高位的个股出现一个回调啊 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 那么涨停板上呢仍然有10个个股 那么跌停板上呢啊也差不多的一个数字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板块呢 未来是会呈现一个进一步分化的一个表现 那么说回这个药明康的方面呢啊 大家可能会疑问说是为什么这个上市之后第一个季度啊 就出现了一个利润方面的一个从比下降 那么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药明康的公司啊在啊 他的一个财务报表里面呢呢 这个海外的一个营收啊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 那么在这个啊汇兑方面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候呢 带来了一个啊同期的一个损失 那么使得他的一个净利啊相比去年呢出现了一个下降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 那么这个公司啊大家啊之前也跟大家这个啊这个聊过很多次啊 那么啊主要是从事这个信号方面的一个外包研发啊这样的一个业务了 那么啊除了这个受啊跟这个国际这个居民知名的一些这个药企有啊深度合作之外呢 这个未来啊国内的一致性评价啊开涨啊这个进行中 那么预计啊这个整体市场规模呢啊会达到达到这个500亿 那么作为里面的一个巨头啊啊有望呢是能够啊在这里面占有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啊这个大家所谓的这个CRO啊这样的一个业务 未来的一个确定性是很高的啊 那么这个个股啊是可以啊持续去追踪的 那么毕竟呢啊这个之前有先例啊这个康泰啊生物包括这个普利之药呢啊都是一些刺新股包括啊 刁眼新药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刺新股 那么当他们开板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调整呢啊是能够出现这个股价翻三倍的一个表现 那么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啊药明康德呢 那么我们是要啊可以去持续啊关注这个个股在啊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 那么相信呢未来的这个啊这个这个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嗯那么其实啊对于这些生物科技类股份像刚刚讲到的药明康德 可能他一季度的数据并不是特别理想 还有今天就是说在申请在香港上市的刚刚提到这些歌里也是还有没有盈利的公司 对于这样的一些生物科技公司呢很多其实他数据方面并不能够以以前去看基本面的方式去判断 那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去标准去去判断是否构成一个买入的逻辑呢 好那么像这个无论是世界范围或者国内啊在这个新药研发方面的成本是很大的 并且成功率呢尤其是国内在这个抗癌新药方面成功率啊 可能近年来都不足2%但是呢这个耗资啊却是五个五亿这个美元以上的一个耗资啊 那么因为这个药呢是涉及到这个这个安全这个人体安全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这是一个未来一定要做的一个方向那么即使现在说啊这个没盈利 但是呢未来一旦这个新药落实啊这个新药一旦这个研发出来呢 那么给这些药企带来的一个潜在啊市场空间是是真的能够想象的啊 那么具体要看的话呢还是要看一个是这个公司啊有没有一个护城河 也就是说他们啊研究的这些新药呢到底啊符不符合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个研发啊投入的一个能力啊 那么只有在这啊这两个两者间距的时候呢 未来可能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嗯所以还是要关注他们具体研发是什么样的产品在做具体的分析了 那么再来讲一讲啊今天盘面上的一些其他的新闻啊 最近关注到呢其实云计算板块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那么一直也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在这里啊 那么今天呢对于云计算板块呢并不是说整一个大盘当中一个非常焦点的板块 应该是说之前雷涨太多了 那么最近对于云计算板块我们应该是怎样去部署呢 好那么云计算这个板块在最近这个我们说云计算里面的一些龙头公司啊 比如说亚马逊啊阿里云还有这个微软的一个一个云计算 那么他们呢在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云计算业务的一个收入同比啊 都是达到都是一个比较快比较高的一个增数啊 那么拿这个阿里云呢就有这个快防备的规模的一个营收啊 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啊 未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业绩推动器 好那么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开始关注到这个云计算呢 到底怎么落实到这个场景场景啊应用里面来 那么啊现在这个国内通用的一个应用场景是放在这个啊 啊金融端还有这个医药方案这个医院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方面的啊 啊石油云啊等等啊 那么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呢这样的一些啊技术呢 能够帮助这个啊公司啊去节省这个 因为这个硬件闲置啊带来的一个成本能够很高很有效的提高这个效率啊 那么今天呢这个最近呢有一个A股的一个个股啊 21这个69之光电器这个个股啊就是跟这个阿里云方面有一个合作 那么应用场景呢就是放在这个智能啊电源电这个能源啊 啊这个电力的一个平台上的一个建的一个搭建啊 那么啊概念上呢是比较符合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方向 那么即使说这个个股啊在过去一年的一个啊业绩呢稍微不符合预期啊 那么最近从这个股价上来看呢底部啊到现在连续涨了这百分之三十 那么仔细看了一下啊这个个股的一个股东方面呢 最近有这个啊这个社保经济流入 那么也是啊在集体这个大宗啊交易里面呢 异常这个啊股东交易里面呢出现了这个机构的一个买入 好那么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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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听板打开的时候呢 我觉得仍然是有啊可以啊介入进去的一个机会 那么向上呢啊应该短期如果说整体风格啊这个偏好啊 啊这个转好之后呢应该还有一定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啊在那么这是这个智光电器这样的一个个股 那么当然了啊除了除此之外消息一面呢就是这几天啊 在啊有一个叫先进制造大会 那么这个大会里面呢就会跟啊一些这个人工智能也好 这个云计算也好相关的一些概念啊融合在一起啊 起到一个这个概念方面的一个催化作用 嗯智光电器002169呢今天也是涨停的表现 最新爆在6块1毛4 除了跟阿里是有签这个战略合作协议之外 其实它也是具有一个工业互联网概念的一支个股 啊对所以呢大家应该也是可以像Mark所说的 当打开涨平板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一点买入了 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先和Mark聊到这里了 上述提到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嗯没有持有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